我是白诊月,刚一毕业就嫁进了农村。 我的老公赵北武在一次抢劫案中救了我。 在这场事故中,他脑子受了重伤,被医生诊断为精神病。 他和他的妈妈,妹妹对我都非常好,时刻照顾我的情绪,家庭氛围十分欢托。 他们一家人从未因为此事埋怨过我,这越发让我心里感到愧疚。 赵北武的伤让他很难娶媳妇,我考虑到他为人忠厚老实,时刻把我放在首位,处处给我偏爱。 头脑一热,和赵北武去民政局直接领了证。 我已经做好了把我的余生都放在治疗他的疾病上,但没想到举办结婚仪式的那一天,他们全家都露出了自己真实的嘴脸。 结婚当天,我被迎着走进了他家。 我们的婚礼仪式很简单,婆婆只给我准备了一件大红色的外套,酒席也没办多少,只叫了附近的亲戚一起来乐呵乐呵。 这么寒酸的婚礼,我从未见到过,但今天这个婚礼的主角却是我。 虽然我心里不满,但是考虑到赵北武看病要花钱,婚礼减半也无可厚非,就没有太过于在意。 赵北武今天显得很精神,说话谈吐看起来就像是个正常人一般。 来,乐乐,我们该去给娘敬酒了。 赵北武上前来佛去我脸上的碎发,拉起我的手就往大堂走去。 旁边的亲戚都吆喝着要看新娘子磕头,一窝蜂地挤了过去。 我和赵北武跪在红毯子上,刚要磕头,就见婆婆把她的脚拿了出来,放到我面前。 我不知所云,看了看赵北武,月月,今天是你嫁进赵家的日子。 我爹死得早,就只能让我娘来替我爹走这个仪式了。 赵北武笑嘻嘻地说道,旁边的亲戚开始起哄,一边鼓掌一边喊,轻角,轻角。 我看着赵北武,怒不可遏道,赵北武,什么意思? 轻角啊,新娘子过门都是需要轻角的。 这是结婚的必备环节,是我们的习俗。 轻角,这是哪来的落后习俗? 我站起身来,拍了拍手,没有给他们好语气,这都是什么破习俗? 爱亲你亲,我是不可能亲的。 旁边的亲戚开始怯怯思语,赵北武脸上挂不住面子,冲着我吼道,你装什么清高呢? 你嫁进我老赵家,是你的福气。 我看着赵北武,从他说话的语气和表情,我感觉我都不认识他了。 哈哈哈哈,新娘子,快亲吧。 都是一家人了,还怕什么呢? 就是就是,这城里来的大学生啊,就得给个下马威,好好治治。 要不然这以后可不好管。 也不知道这老赵家,哪里来的福气,能娶到一个大学生。 我听着旁边人你一言我一语,脑瓜子嗡嗡的,赵北武,这个婚能结就结,结不了咱们好聚好散。 说吧,我转身就走,还没走出大堂,我就被赵北武的妹妹赵南闪堵住了去路。 嫂子,你这是去哪儿呀? 你不是说好了,要好好照顾我哥吗? 你走了,我哥的面子往哪放? 我已经忍你们家很久了,你们最好不要得寸进尺。 我带着二十万的嫁妆和一套房子嫁进来,不是来受委屈的。 你们没有给我一个像样的婚礼,连财礼才只给了一套三斤。 要不是看在你哥救过我的份上,我早就走人了。 说实话,嫁给赵北武,是我进行深思熟虑的。 赵北武身材高挑,相貌出众,让我一眼就沦陷了。 赵北武救了我的命,我本就应该要报答他,再加上我在城里与赵北武,婆婆相处得十分愉快。 在婆婆的撮合下,我决定要嫁给他。 好了,不亲就不亲吧。 月月,你来。 婆婆的话打破了僵局。 婆婆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月月,你以后可要好好对我们小五啊。 他身体有病,以后你要多多照顾他呀。 在婆婆的调解下,最终仪式还是顺利完成了。 带亲戚都走了,我才知道婆婆的善良仁慈都是装的。 我和赵北武刚躺在床上,婆婆就闯了进来。 小五,抱着你的铺盖来我屋里。 婆婆一把掀开了我身上的被子,说着就要拉着赵北武离开。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难道这又是什么习俗? 婆婆,你干什么呀? 为什么要让他跟你一起睡? 我们老家的习俗,结婚三天内,新婚夫妇不能在一张床上睡。 婆婆的语气尖酸刻薄,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的样子。 这又是什么习俗? 新婚之夜,你不让两口子在一起,让他跟你去睡? 这是什么道理? 到底谁才是新娘子? 话你别多说,我们村历年来所有的新婚夫妇都是这样的。 怎么就你不能接受呢? 婆婆抬着下巴,双手环抱,不懈地看着我。 赵北武站在婆婆的身后,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看着他,眼底尽是失望。 别忘了,明天早上六点还得去给我敬茶。 晚一秒都不行。 婆婆说吧,没有再等我说些什么,就带着赵北武出去了。 我一个人坐在床上,怒气冲天。 真是好大的夏马威,刚结婚就出了这么多烦心事。 之前他在我面前可是十家好婆婆的人设, 今日看起来怎么和恶毒婆婆没什么两样。 第二天,我没有起床去给他敬茶,老娘一身反骨。 之前就听赵北武说,结婚第一天要给婆婆敬茶, 如果不按时到,婆婆会在大堂一直等着。 我当时觉得这是该有的礼数,应当要准时去。 现在,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他们这里尽是一些落后的习俗。 我心里本就对昨天发生的事情有怒意,更是不可能去的。 你让我独守空房,我就让你死等。 日上三杆我才醒来,看到时间正好,去吃中午饭。 我洗漱完来到大厅,发现婆婆还在那里坐着,这些习俗她可真是遵守。 你个桑门星,你不知道今天上午要给娘敬茶吗? 还敢这么晚起? 赵南闪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指着我的鼻尖骂。 我也不是好惹的,一巴掌就反击了回去。 赵南闪捂着脸,求婆婆给她主持公道。 婆婆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怒吼道, 你反了天了,你嫁进来就是给我们家干活的。 你现在在要舞扬威什么? 我嫁进来,是为了报答赵北武对我的恩情。 你们之前还给我摆出什么好婆婆,好小姑的人设。 你们为了让我和赵北武结婚,下了不少功夫吧? 似乎是说中了,他们两个人的表情多少有点不自然。 你还知道我哥救了你啊?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哥的? 我是要报答你哥,但是可不是一直容忍你们这些人。 说完,我就扭头离开了,身后还传来赵南闪的声音, 你先给我妈敬茶呀。 对了,我忘了。 新娘子不敬茶,婆婆可是要一直等的。 要想起身只能等到零点过后。 这可是你们自己定的习俗,不怪我了。 我冲着他们挥了挥手,慢悠悠地离开了。 我这段时间申请了居家办公,等十五天过后, 我就可以和赵北武回到城里过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了。 我也会尽力去找医院治疗他的疾病。 赵北武这几天一直不着家,天天拿着铁锹去河滩玩沙子。 我把赵北武从外面的河滩带回来之后,突发奇想, 想要试试他给我买的三斤。 自他送给我之后,我还没有带上去给他看过。 我兴致勃勃地去化妆桌上去寻我的三斤, 但是找遍了整个屋子都没有找到。 难道是丢在城里了? 我刚走进大厅想要问问赵北武, 就看到赵南闪身上的金镯子、金项链和鸡耳环。 赵南闪,谁允许你私自动我的东西的? 我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腕, 指着他身上的首饰说, 赵南闪不以为然地抽回自己的手, 这是我哥买给我的。 我看着一旁的赵北武,想让他帮忙说句什么, 但是他却一言不发,转身离开了大堂。 赵北武,你什么意思? 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忍不住吼道。 我哥有病,你叫唤什么,再吓到他了。 赵南闪翘着二郎腿,靠在椅背上,缓缓道, 这是我的东西,你这叫偷。 赵南闪没有接话,反而是婆婆无所谓地说道, 这是小五出钱买的,就是小五的东西。 他把东西送给他妹妹了,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母女俩,不要你一套我一套, 合着我嫁进你们老赵家,什么都彩礼都没有呗。 老赵家,真打得一手好牌, 白得一个媳妇什么彩礼都没出。 我儿子为了你可伤了脑袋, 他可是我赵家唯一的男丁, 我们全靠他传宗接代呢。 什么都不给你怎么了, 你不照样还得嫁给我儿子。 我刚要说话就被赵南闪打断了, 就是,嫂子啊, 你可别伤了我哥的心啊, 有这点时间, 还不如赶紧去好好陪陪我哥, 说不定哪天他的病就好了。 我没来得及说话, 赵南闪就走了。 当初,他们可不是这样说的, 他们哭哭啼啼地在我家门口, 说他们儿子被医院诊断为精神病。 我加了报答他, 拿出了好几万让他们治病, 还给了不少精神损失费。 在照顾赵北武的期间, 我们几个人其乐融融。 婆婆跟我说他得了绝症, 怕是有生之年, 看不到赵北武娶妻生子了。 自此, 赵北武有意无意地开始追求我, 我的心慢慢被触动, 就答应了和赵北武结婚。 现在看来, 这个婆婆怕是根本没得什么绝症, 这都是骗我结婚的谎话。 但是赵北武受了伤, 得了病却是真的。 看在赵北武的面子上, 我不想过多地和他们废话。 这个三斤, 我不要也罢。 我心里怀有怨气, 把赵北武从婆婆的房里揪了出来。 赵北武, 今晚你要是不回房睡, 你就没我这个媳妇。 婆婆拉着赵北武不让她走, 说我这样会破坏家里的财运。 我不明白, 这和财运有什么关系。 婆婆的力气没有我的大, 我拉着赵北武就回到了房间, 把房门反锁。 赵北武, 结婚前你处处为我说话, 为我着想, 现在你是怎么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赵北武看着我, 把我抱在怀里, 月月, 不难过。 他的性子让人琢磨不透, 不知道是不是得了精神病的原因, 脾气一会好一会坏。 就比如结婚那一天, 他就像是一个正常人, 但是说话一直咄咄逼人。 我还想继续质问他, 但是转念一想, 他是病人, 我的语气也就不由自主地温和了。 赵北武, 我在这里过得很不开心。 你娘和你妹妹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是不能接受和他们生活的, 等十五天过后, 我们就去城里生活。 赵北武没有说话, 默默地点了点头。 留在这里的意义, 可能就只有赵北武了, 我想尽快治好他的疾病, 然后他和一起生活。 这天吃饭的时候, 婆婆和小姑一脸丧气地看着我。 月月, 我听说你来的时候, 你家里人给你陪嫁了一套房子。 婆婆皱着眉头, 语气也带有一丝的不悦。 我夹了一口肉放进嘴里, 怎么了? 这可是我家给我买的房子, 房产证写的是我的名字。 你们的主意最好别乱打。 婆婆听了, 情绪似乎有一些缓解, 深深吐了口气说, 那就对了。 你知不知道, 昨天你让小五去你屋子里睡, 破了我老赵家的财运。 你们全家都这么迷信吗? 你就不能理性地看待问题。 我不耐烦地说道, 婆婆没有理我, 自顾自地说道, 我今天一早找阴阳先生看了看。 先生说, 要是能够把你的个人的不动产 转到闪闪名下, 这个灾就能破了。 我呵呵一笑, 现在想要我的东西 都把算命先生搬出来了吗? 真是可笑。 这栋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 婚前财产。 即便是你哥来要, 他都拿不走。 想让我把这套房子给了你们, 想都不要想。 我把筷子用力拍在桌子上, 这间房是我父母买给我的, 我怎么可能让他们 随便动动嘴就拿走? 你怎么敬酒不吃吃法酒, 没听我妈说吗? 你破了我们家的财运了, 你自己做的事情 就要自己承担。 赵南闪, 你最好给我说话放尊重点, 这房子该给也是给你哥吧, 凭什么给你啊? 赵家没有多少钱, 家底并不厚, 当初也是为了贴补家用, 赵北武才进城打工的, 怕不是想要了我的名字, 以后你拿来做你的婚房吧。 赵家人从来不知道知足, 我帮赵南闪找了一份轻松的工作, 甚至他手里的电脑都是我给他买的。 我自认为我对赵家人不错了, 但是我才刚嫁进来, 就开始盯上我手里的财产了。 婆婆健壮, 开始打感情牌, 小五就这一个妹妹, 小五肯定是想让他妹妹过得幸福快乐的, 他妹妹快乐他就快乐。 小五快乐了你, 不也就快乐了吗? 你别扑我, 别干什么事情都拿赵北武说事。 我嫁给的是赵北武, 不是赵南闪。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们要是再咄咄逼人, 我也不会再顾及你们的婚俗, 我立刻就带着赵北武离开。 他们是不想让我回城里住的, 婆婆健壮赶紧圆场, 不拿出房子来也行, 你带来的二十万也能挡灾。 这不还是一样的道理吗? 赵家人就一直盯着我兜里这点东西, 你们两个谁值二十万? 这二十万是给赵北武治病用的。 他们两个见我哪个都不肯给他们开始坐在地下撒泼, 说家里娶了个白眼狼。 一开始我见到他们这个模样, 还稍许觉得震惊。 这年纪了还能干出这么丢脸的事情。 看着看着我就觉得好笑至极, 随即拿出手机来录了一段他们撒泼的视频, 发到了家族群和朋友圈。 想要丢人还不容易, 这下村里人都知道了。 我朝着他们晃了晃手机, 朝他们做了个鬼脸, 得意地离开了。 赵南闪因为我把视频发到网上, 这是好几天没吃下饭, 婆婆倒是表现得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月月, 你这钱和房子都不肯拿出来, 孩子总得生几个吧。 婆婆带着赵北武来到我的房间, 我听说你一直没和小五圆房。 他们来的时候, 我还工作, 公司要求今天必须交上去一份完整的财务信息。 我心不在焉地回到, 赵北武病还没好呢? 等好了再说吧。 我等不急啊, 我想尽快抱上孙子。 一说起孙子, 婆婆的眼睛都亮了。 赵北武站在门口一直傻呵呵地笑。 先不说赵北武的病还没好, 我这事业还在上升期, 没那么多时间。 而且我的未来规划里面根本就没有孩子。 婆婆一听就生气了, 我们娶你就是给我老赵家传宗接代的。 你这个工作不干也行, 你们尽快, 最少也得生六个男孩。 我找人看了, 生六个男孩这辈子才能一路顺风, 没灾没难。 我合上电脑, 平静地看着他, 我被工作的事情搅得心烦, 一点都不想和他吵架, 要生, 你自己生。 我不工作, 让你儿子去喝西北风吗? 我每个月挣这么多钱, 你让我做家庭主妇。 婆婆一时雨色, 赵南闪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闯了进来, 在我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把我的电脑扔了出去。 赵南闪, 你疯了。 电脑里面有我所有的财务信息, 如果这份材料丢失了, 我的工作就随着一起黄了。 白枕月, 我告诉你, 你嫁进来就是为我们老赵家服务的。 我在外面工作, 我可以赚钱。 呵, 就他每个月挣的三瓜两枣 还不够我买水果的钱呢。 我蹲在地上, 想要尝试将电脑开机。 白枕月, 别看你是个大学生, 你这不也倒贴着脸嫁进我们赵家了吗? 你最好收起你那大小姐脾气, 好好伺候我们。 我的关注全在电脑上, 根本听不进去他说了些什么。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 给我滚。 我怒吼着将他们推出房间, 烦躁地不断挠头。 这里, 我是一分都待不下去了。 我连忙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好, 拖着行李箱去找赵北武, 这次我必须带他走。 我刚走到婆婆的房门外, 就听到他们三个人在聊天。 小五, 你最近怎么回事? 你别光不说话, 你得说, 装得像一点。 这是婆婆的声音。 妈, 我装得够累了, 我都装半年多精神病了。 你不是说等结婚之后就不装了吗? 我不可置信地回想他们的对话, 赵北武的精神病是装的。 这女的不好弄, 你得让她怀孕。 只有这样, 她才能一门心思留在咱们家。 就是, 哥。 你看看她那却样, 成天动不动地就和我和娘吵架。 没有一点过门的媳妇养, 咱们好不容易把她弄过来, 她家境殷实, 让她怀个孩子, 咱们家这一辈子富裕想不完。 我听着他们的对话, 心彻底凉了。 我一心想要治好赵北武的疾病, 我一心想要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但是没想到这一切都是骗局。 我回访, 理了理自己的思绪。 你们如此骗我, 我要你们付出双倍代价。 我收到了被公司开除的消息, 我把电脑送修了, 但是电脑的关键零件被摔坏了, 所有的财务信息都丢了。 因此, 我还赔偿了公司不少钱。 他们骗婚, 毁掉我的事业, 居然还妄想让我一心一意 为他们家做事, 真的是妄想。 赵南闪的工作是我为她介绍的, 只是将公司审核好的合同进行投递, 将合同投递给专属的客户。 赵南闪, 你让我失去了工作, 我也不会给你继续工作的机会。 我这几日都尽力表现出一个好媳妇的状态, 给他们做饭, 切水果。 想让他们放松警惕。 闪闪, 你累了吧? 我给你切了点水果。 我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 放在赵南闪的桌子上。 他是在家办公的, 每天只需要完成一些无脑工作即可。 赵南闪瞥了我一眼, 没有理会我, 继续盯着电脑忙工作。 嫂子最近仔细想了想, 我决定好好跟你哥在一起, 生个孩子, 以后也能让咱妈一养天年。 赵南闪听到我的话, 停下来手上的工作, 转过头来说, 你早点这么想不就好了, 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才听话。 是啊, 以前是我不知道你和咱妈的心意, 为表示歉意, 我给你还有咱妈买了一身衣服, 你去跟妈试试。 说着, 我就将在网上买的十几块钱的递给了她。 赵南闪是一个爱打扮的人, 一听有新衣服穿, 立马就兴奋了起来, 拿着衣服就去找婆婆试穿了。 我看着赵南闪离开, 确定她不在, 将她电脑里面的合同, 客户的联络方式 都删除了。 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赵南闪成功被公司开除了, 其实我在删除信息的时候, 就已经将文件的备份传到了我的手机上。 我将这些材料传给了赵南闪的公司, 赵南闪工作失误被公司直接清退了。 妈, 人家不是故意把她电脑上的东西删掉的, 人家只是想看看, 误删了。 赵南闪把状告到了婆婆那里, 但是我现在已经和婆婆的关系打得很好了。 赵南闪气地扬起板凳来, 就想打我, 我急忙躲在婆婆后面, 委屈地说, 妈, 人家最近在被孕呢, 如果把身子打坏了, 怀不了孕可怎么办呢? 婆婆一听怀不了孕, 一把抢过赵南闪手里的凳子, 让她滚出去。 赵南闪怒不可遏, 着急地跺脚, 气哄哄地跑出去了。 论如何拿捏婆婆, 还得是我, 这都是你们应得的。 赵南闪一直都是有仇必报的主, 我害怕他出什么幺蛾子, 这段时间就一直让赵北武跟在我身边。 果不其然, 赵南闪趁我和赵北武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 找了十几个壮汉来教训我。 殊不知, 我早就发现了跟在身后的人, 假意天气太热, 把外套给赵北武套上了。 在他们冲上来的时候, 我急忙跑到一旁的草丛里。 夜黑风高, 他们看不清人脸, 只看到了荧光绿的外套, 将赵北武当作了我。 我无所谓地瘫了瘫手, 起身自己回家去了。 赵北武一夜未归, 第二天, 我是在婆婆的鬼哭狼嚎中醒来的。 打扰了我的美容, 觉我非常生气, 愤冲冲地就闯了出去。 刚想要说什么, 就看到了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赵北武。 他全身都是伤, 血染了我的外套, 额头上流下来的血 已经护住了他的脸。 婆婆趴在赵北武的身上哭喊着, 是谁? 这么打我儿子啊, 枉死李打呀。 究竟是谁? 我没想到赵南闪会下手这么重, 如果打的人是我, 我的命怕不适就交代在这里了。 我看着坐在地上的赵南闪, 他捂着耳朵, 一直摇头, 嘴里不断嘟囔着什么, 活像一个疯子。 他应该也害怕吧, 他的行为害了他哥。 赵北武被村里人合伙送去了医院。 我一直陪护在他身边, 赵南闪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生怕别人发现是他做的。 赵北武的额头被石头砸烂了, 已经露骨了, 医院梳脂皮是最好的选择。 婆婆看着我, 我的心里顿时感到了不妙, 月月, 你是他媳妇, 他现在这样了, 你不能不管啊, 你长得好看, 皮肤又好, 不如你就拿身上一点皮来救救小五吧。 婆婆说着就跪在了地上, 我急忙把他拉起来, 抹去他的眼泪说, 妈, 实话跟您说, 我怀孕了。 我是很想给小五治病的, 但是如果我现在上手术台, 孩子怕是会跟着一起遭殃啊。 婆婆听罢, 嘴角咧了起来, 他最想要的孙子终于出现了, 但随即脸上的笑容就又消失了。 妈, 我知道您担心小五, 家里还有闪闪呢, 闪闪皮肤也很好, 身体也健康, 他们两个还是亲兄妹, 肯定没问题的。 我见婆婆还有点犹豫, 毕竟谁想让自己的孩子平白无故, 就没了一块皮。 妈, 我看了小五额头上的伤不大的, 割了皮很快就能长出来了。 闪闪那么孝顺, 肯定会同意的。 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了, 如果要出去买皮, 他们根本负担不了价钱, 只是赵北五的手术费, 治疗费就支出了他们家一大笔的存款。 赵南闪当然是极其不愿意的, 婆婆为了她儿子, 赵村里人强制把赵南闪带到了医院。 赵南闪扯着嗓子想要离开, 我笑了笑, 走到她身旁, 附在她的耳边说, 你就安心去吧, 这可是你哥哥。 别以为我不知道伤你哥的人是谁, 那天是你找来的人想要报复我吧。 赵南闪听完, 不再大吼大叫, 她死死盯着我, 一口唾沫吐到我身上。 我不懈地笑了笑, 示意护士把她带走, 随即拿出纸巾淡淡地擦去了身上的垃圾。 手术结束之后, 赵南闪带在家里一直不敢出去见人。 我和婆婆一直住在医院, 婆婆惦记我怀孕, 一直在伺候我, 生怕我有什么差错。 妈, 我听村里人说, 家里媳妇怀第一胎的时候, 可以跟婆婆提条件, 婆婆都会尽量满足的。 我坐在病床上磕着瓜子, 这可是他们村里的习俗, 她不是最遵守这些东西了吗? 那我就要让她在这上面狠狠吃一次亏。 婆婆停止了手上整理衣服的动作, 许久才说道, 啊, 是, 我健壮, 把婆婆手里的衣服拿过来, 拉住她的手说, 妈, 我考虑了很久, 我以后就和小五跟你们住在村里。 城里的那套房子给了闪闪, 让闪闪以后能嫁个好人家。 婆婆一听眼睛就亮了起来, 城里的房子, 这是他们一直都想要得到的。 月月, 你, 但是, 我现在肚子里有了孩子, 总不能让我的孩子以后出来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就想着, 你们把村里的房子过户给我, 我以后过户给您孙子。 婆婆听到, 瞬间变了脸色, 吞吞吐吐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见婆婆有顾虑, 将城里房子的房产证给了她。 她见到房产证, 也顾不得考虑别的了。 不管到底是怎样, 用村里的房子换城里一套房子划算多了。 况且, 我还怀了他们老赵家的骨肉。 赵北武昏迷了三天才醒来, 醒来之后, 一直咿咿呀呀地说些人类听不懂的话, 行为举动, 也让人琢磨不透。 我让医院给赵北武做了全面检查, 发现赵北武的脑子里面有一块淤血, 堵住了他的脑神经。 赵北武这次是真的得精神病了。 婆婆一时不能接受这个消息, 急忙去找了一个新的阴阳先生, 说是给去除赵北武身上的脏东西。 我怕事情会有什么不测, 先和婆婆去做了房产过户。 房子过户之后, 我就收拾好我的行李离开了。 我变卖了赵家的房屋, 赵家人不得已被赶了出去寄宿在亲戚家。 再次见到他们已经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我去医院抓药, 看到了疯疯癫癫的赵北武。 婆婆见到我, 拉住我不让我走, 质问我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她哭喊着诉说她这段时间的委屈, 毫不在意外人的眼光。 我闲丢人, 带着她出了医院。 我跟你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是我们赵家的媳妇, 你居然敢卖了我赵家的房子。 她愤恨地指着我的鼻尖, 庞佛下一秒就要把我撕碎。 在赵北武生定之后, 我早就已经让她签署离婚协议了。 我们已经不具备夫妻关系了。 婆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她这段时间黑了不少, 更憔悴了。 不可能, 你还怀了小武的孩子。 她说着就要摸我的肚子。 我甩开她的手, 嫌弃地说道, 我根本就没怀孕, 都是骗你们的。 给你的房产证也是假的。 婆婆听了这话, 不知所措。 她突然跪在地下求我回去, 月月, 当初那个先生说能救小武, 但是她骗我们, 把我们所有的财产都骗走了。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帮帮我们吧。 看在小武救过你的份上帮帮我们吧。 我看着他跪在地上感到非常好笑, 当年他们骗婚, 让我怀着愧疚之心嫁给赵北武, 想要抢走我的财产和房子。 赵南闪毁了我的事业, 甚至对我下死手。 这一切都是他们应得的。 你现在想要让我帮你了? 当初你们骗婚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这一天? 我看着婆婆瘫软在地上, 大颗大颗地抹着泪。 赵北武在旁边正在抓蝴蝶, 我的心底突然有一丝不忍和同情。 思考再三, 我从包里拿出来一张卡, 递给婆婆, 这里面是五万块钱, 以后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了。 婆婆拿着卡, 立马止住了哭声, 起身带着赵北武离开了。 赵北武曾拿性命救过我, 我到现在依旧十分感激他, 但是他们万不该利用我的愧疚骗我, 把我当成一个傻子一样玩弄。 这么长时间, 我早就不见他们的了。